您能赔多少 那升温了一波 但是从近况来看 依旧是不闻不火 而这部电影 可以说是他主演的 第一个影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尴尬的情况 在票房第一日的战斗中 却胜过了 德云社全班人马出演的 相声大电影 之我要幸福 从名字上来说 两部电影难分优劣 但郭德纲和 于云鹏的粉丝 加在一起 怕是要抵过 王迅的旗背还多 这次被同为喜剧的 这就是命抵下去 不知道是否会成为 王迅的翻身之作呢 故事讲的是 中年大叔老孟 正在经历中年危机 老婆不仅和自己闹着离婚 自己还患上了膀胱癌 万念俱灰的他 决定自杀并保险 以此给老婆留下一笔财产 他本来已经顾好了杀手 并精心策划了一处意外 但这一切都被意外乱入的 代购二人组 看命龙和梁超搅拐 并把自己选入进了 泰国华人黑帮老大的交易中 由此引来了一场 皮笑皆非的闹剧 有人评价 毛迅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 只有三个字能概括 不油腻 现在齐句随着人们审美的提高 已经越来越难以用 简单粗暴的滑稽去逗笑大家 而这个角色 其实让王迅非常有代入感 所以他这次的表现 不做作不过分 把搭背搭起的一锅乱顿 演成小来小去的粗茶淡饭 这种不俗套的幽默 真实有力 尤其是你观影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就会拿三个孝心出身的人去对比 梁超 潘斌龙 王迅 相信大家看后 也会感觉到 哪种表演会让人尴尬 当然我没说大盘 欢迎把你的看法 留在我们下方评论区 我是秦岚 关注我 给你更多精彩的电影资讯哦 拜